字幕提供 好了今天就是玩新的世界走路的四戰役 上次我們今天完成了第七個任務 流紅島戰役 接下來進到那個應該是進到最最難的那一個了 應該是相對簡單的 鋼鐵風暴 美軍起向從日本發動本土發動最後的進攻 但我们依旧被眼前的这支敌军拖在这里 这是司令部无法容忍的事情 您必须尽快消灭这支部队 并且敢在美军之前对日本本土发起进攻 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没关系,速度解决 直观,我们要尽快解决眼前的日军 敢在美军之前向日本本土发起进攻 苏联人望凶对帝国本土发起进攻 我们在这边挡住他们 你很成功的话就来试试吧 因为我们是Soviet,所以说可以用Soviet General 当然我们坦克将也只能使用 我们就到了来自美国的叛将 八正的帮助 好啦,我们不要乱讲了 说真的,我只是觉得应该有降临协助我们 这边的战区交给... 交给... Conev OK 这个交给... Mongomari OK 我们要打下他吗 跟... 对,跟这两个地方 在困难的话好像会让你达到杂皇吧 反正应该不是杂皇,应该就是... 一个日本城镇,日本本土上 他...我没看到 总之我们开始进攻了吧 哼哼,96 damage 很好,摧毁敌人的清炮 8盾很新 对付这些小裸裸,绰绰有余 这边交给我们的队友自己处理就好 通常他们会自己站下来 其实这关真的蛮简单的 我自己觉得啦 因为也不是大海战 就是很纯粹的陆地战争 陆地战斗 对着目标抓紧进攻很快就能完成了 当然那是因为我现在是一般模式嘛 困难模式还要攻向本土 那还要过海峡就比较难 真可惜,没人再次攻击 虽然现在高达75% 但有时候还是很长 还是很长说没有拿到那个奖励 没有再次攻击的使用 其实我也觉得没差 这样才有点挑战性 可能 与其说挑战性 如果说是拖时间的 说真的 看到没有,我们队友很猛的 又只给我攻击一次 击破他 击破他 很好 嗯 这边我们自己站下来了 不過这边机场很少 而且距离太远了 就会被反击了 可恶,还没人把对手打死 可惜又可惜 够不到 手背是没办法的 我冲出去 我冲出去 与其说没办法 不如说没 OK 我们要接近圣地了 要打到 要打到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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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 挖突 进 击败了 打 最後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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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到的了,好 哼哼,果然我們一出馬 這個城鎮就是我們,我們就能佔領這個城鎮 我們就眼前,解決眼前的日君了 哼哼哼,真的是 熊,熊蓋簡單 好啦,我真的覺得這關沒什麼困難的 拿出你最好的陸戰降臨就能解決這一戰 基本上就是很typical land battle 下一關就是霸王的落日行動 沒關係,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行動,我們有Soviet 跟Soviet Japan 跟我們,我們要跟他們爭奪 跟如果在困難模式的話 蘇聯人會叛變 不過,既然他是一般的話 那就不用在意那點了 沒關係,我們就下禮拜再來詳細解析 該怎麼打吧 今天每次戰役的影片都是一個短影片 不過就這樣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